音樂一下結合了太極羽毛球及網球的太極樓力球 規律的運動讓在場表演者大展身手 舞台前表演者不限年齡 總計有41支隊伍參加這場觀摩賽 大家展現團隊的默契 不但可以運動舒展筋骨 還可以零落情感 因為這個對身體健康很好 還有腰 膝蓋 腳 對大家的年紀都沒有上線 所以我覺得這個運動是最好的 目前在基隆市是最好的運動 成立的時候 一百個到現在有 前幾個我們是有一千多個我們的會員 而且我們不定時在社區 在每個地方只要我們需要的 我們都是義務的來指導大家 希望大家多運動身體會健康 這個樓力球的項目它比較特別是 它其實是結合了舞蹈 武術還有太極這些多種元素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運動關節還有轉動身體 它的好處是各個年齡層都可以做 而且其實你空間很少就可以開始運動了 那運動愛台灣其實我們也希望推廣 不管是樓力球或我們平常常看到的籃球排球等等 不同的運動讓不同的族群有多元的選擇 那在今年的運動愛台灣呢 其實我們也爭取了將近一千四百萬的經費 而且有四百項的課程跟活動 來讓各個市民還有各個年齡層的朋友 可以在基隆市有更多元的活動跟運動 然後更健康 基隆市太極柔力球體驗會大力推廣下 柔力球這項運動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多 基隆市長謝國良是議員勤真思偉政 一同出席觀摩賽 市長謝國良前一晚特別到三重觀看 JHBL以及冠軍賽 基隆名傳國中不負眾望拿下冠軍 市長謝國良說未來將爭取中央經費 投入改善球場環境 我們的民傳國中拿到了四連霸的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難得的一個這樣的殊榮 再來是我下禮拜過去的時候 也會針對民傳國中的設備場地 因為我昨天就有跟一些家長會的同仁在討論 大家如何能夠把民傳國中的環境弄得更好 讓這些冠軍孩子未來在訓練在比賽 在整個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有更好更舒適的環境 那在這個體育館我們今天很感謝正景州理事長 來舉辦這個柔力球的比賽 一共有簽名的我們的長輩跟選手來參加 那我也希望在這個明年度我們也編列了一部分的預算 配合中央的補助 那可以在場館設備的部分更進一步的改善 總之我們不論在訓練選手或者是軟硬體的升級 我們都有具體的計畫要來逐步的落實 那也再一次恭喜民傳國中的孩子 一場柔力球觀摩賽一個隊伍在場上 展現不同的柔力和走陣 透過柔力球觀摩賽的推廣 讓大家的身心更健康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